HELLO 大家好,我是灰 全羽魔全新軍團戰版本已經熱血上架啦 我會在12月13日進入1013HUI新伺服器 大家一起來加入我的軍團,稱霸天下吧! 這款是在雙平台上架的三國國戰遊戲 我有在下方資訊欄放入我的專屬連結 如果你用我的連結下載的話 可以在開服後獲得遊戲內的道具獎勵 所以趕快預載起來吧! 這支影片會先帶大家嘗現這款遊戲 那我們就開始了 遊戲一開始會是董卓敗逃的動畫劇情 畫面上面寫著主攻兩個字的美男子就是我本人 旁邊的新手解說員是諸葛口名 前期基本上會著重在主城與兵營的來回升級 隨著主城升級上去,封地裡面的建築才會陸續解鎖 我挑幾個比較重要的建築獎 首先兵營這裡生產的士兵會直接分配給上陣的武將 所以應該保持充裕的兵力庫存 這樣才能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 同時也要記得 升級兵營能夠增加單次訓練的兵量 建築的等級跟上才能事半功倍 第二個是科技院 這邊點進去的話會有支援軍事發展這三大類的科技能夠升級 以軍事科技來說,這個奇數點進去 左下方會顯示當前跟下個等級的效果 那你只要符合右邊的升級要求就可以直接升級 要注意科技院單次一次只能升級一項科技喔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做升級 還有點匠台是抽取武將英雄的地方喔 目前我覺得蠻不錯的是 全羽魔初期給的高級跟普通招募券還蠻多的 我才玩一陣子,高級招募已經抽了快50抽了 而且只要抽滿了30抽就送你一隻金將 目前體感上是蠻佛的 畫面下方的英雄,這感覺有點像是全英雄圖鑑喔 你點進去可以看到你目前擁有的角色 假如抽到重複的角色會直接轉換成碎片 讓你身心提升戰力喔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會抽到重複的 那至於培養裡的計測跟寶物呢 你成功完成解鎖後 還能裝備在英雄身上變得更加強大 你看這隻放天畫戟,青龍眼月刀看起來真是瞎趴阿 還有我覺得,全羽魔裡面有一個超屌的東西 來,就是這個,養成互換喔 在開服七天內,讓你的等級冰階無損轉換 左邊就選你已經升級過的卡 那右邊就放你還沒培養的新卡 比如說你可能抽到了趙雲啊,抽到黃宗 你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按下中間的養成轉換 你左邊那張卡所有的營養就會轉換到右邊的另外一張卡上面 那兩隻武將的等級冰階會直接做互換 這設計真的是很屌,完全新手友善 也就是說你在新手期完全不用怕會練錯卡 尤其大家一開始可能都只有紫卡能練 但隨著遊戲進度推進或者是抽卡都很有機會抽到金匠 這樣無痛轉換完全不虧 每天可以換三次,早上四點刷新次數 到時候如果有需要的話你就直接按下去吧 好,簡單介紹完內陣封地後 我們進入世界地圖看看喔 那地圖畫面的話 我覺得全羽謀有一點非常貼心的地方 也是我最喜歡的功能 你看 建築 有沒有,點進去 它直接把你所有的建築全部列出來 你可以升級的不可以升級的全部都列在上面了 那這樣多方便了 你看像我上下關底需要 像我上下升級都已經跑完了嘛 我要升級我直接點 有沒有 按一下升級直接就升級了 超級方便 按加速直接就加速了 超級方便 你看我加速有多快 我升級建築有多快 我一次表演給你看 你看 哇跟鬼一樣耶 哇跟鬼一樣 這個手術 可以吧 抱歉我沒加速了 呵呵 已經快到我加速都用完了 因為我之前就是這樣子按 所以我加速很快就用完了 但是這樣子真的是超方便 你只要在一個畫面內 就可以看你有哪些建築可以升 等級多少都可以看到 而且非常不吃資源 這遊戲最大的優點就是 非常的順暢 我玩到現在一點卡頓的感覺都沒有 那我們來打一下 看這個地圖上面有什麼東西打 你看我們選這個左下角這邊有個 一個放大鏡看著球的畫面 它上面有 所有你能在大地圖做的事情 全部都列在這邊的一個畫面 那打一組的話大家知道 這就是 打了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降魂非常缺 這個東西要升級你的武將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降魂 然後還有這個銀幣也是蠻缺的 所以這個一組呢對不對 你有能力就一定要去打 一定要去打 不要讓你的體力爆了 體力爆體力是最虧的 那記得要去打你打人贏的 像他這邊都有戰力推薦對不對 我自己的經驗啦 你基本上戰力比較低 就不要去嘗試了 你比他高一點點也不要嘗試 你大概要比他多個1萬吧 就以我現在這個16級的一組來說的話 我覺得起碼要多個1萬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得到這些降魂 降魂就是來這邊 英雄這裡 這就可以到那個升級的 剛剛得到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降魂 你看他需要12萬 所以我說很全 因為我真的是想升級沒辦法升級 缺這個東西 所以我必須要一直打 一直打這個精英 然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打17級 OK 我可以打17級 13萬 那我這樣一樣是繼續打這個 17級的精英 然後這樣一層一層打上去啦 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大家要盡快去把你的體力給用完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功能喔 這邊還可以打黃金軍 黃金軍的話是可以獲得 打這個黃金軍是可以獲得 黃金軍的寶藏 可以獲得超級稀有的獎勵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有次數限制的 我看一下 因為我記得有個東西只有次數限制 喔 有次數限制的是尋寶 我先把尋寶用掉好了 尋寶的話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需要的是這個青紅劍的寶物 那我就可以去那邊尋寶 一天只能尋三次而已 免費啦 應該說免費尋的只能尋三次 那我上次就是要來尋這個青紅劍的寶物 好 那上次他就會出發了 一次只能派一個人 左下角這邊就說 啦! 他是要我洗練寶物三次阿 我們也來洗練一下這個青紅劍 先把他升級升到最 паль 紅錢又不夠了 洗練的話是這個,它可以把你不要的屬性洗掉 譬如說像是我想要洗掉這個暴擊率,綠色的對不對 綠色的其實沒有那麼好,我們來洗一下看會出現什麼 隨著洗練次數的提升,我們會成為洗練大師 一開始我們都是洗練菜雞 然後我現在已經是一等了喔,所以你們是洗練菜雞 我是洗練新兵,我再多洗練幾次,我就會變成洗練大師 喔基礎攻擊加15.36% 太棒了吧,來來來先用起來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把他洗到紫色,好不好 洗到紫色,我們洗起來,勇敢洗起來 你看我們左下角的那個霸越來越長了 來我們毛起來洗喔 喔傷害加成9.42%就你了 洩羅紫色的 最高是15%已經很接近上限了 我覺得目前已經很棒,因為我只剩下425已經換不了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沒有把他升到,沒有辦法把他升到下一集啦 對,那這個武器的話你如果持續拿到同樣東西對不對 他是可以升級,他記得要做升級 我有一個東西想要特別講 培養,尾刃 尾刃這個東西對不對 你只要抽到新的武將,你要記得把他尾刃進去 這都是免費的 一直按升級就對了,反正你按右下角一直升級 人升級就升星,那這些是直接等於是有點像是 你開了圖鑑 你開了圖鑑以後,他就可以增加你的能力的 所以這是免費的,所以記得要記得要去來野為刃 這很重要 再來就是拳與魔的最大重點 我們要一起打國戰 遊戲內的所有排程都寫在活動日地上了 看起來十分的緊湊 想要跟我一起拚的人要跟進腳步了 你們看這個 出入戰場,助力國戰 開服第一天就可以攻城 會有傷兵返還,行軍速度的BUFF 那這個軍團目標就是我們的目標 第一階段熊聚一方,我們要佔領一座都城 第二階段坐擁千里,要佔領三座都城 那到第三階段,我們這邊要佔領五座都城 第四階段一統江山,這個就要佔領襄陽了 第五階段千秋霸葉,那我們這邊要完成三次的佔領襄陽 只要我們佔領襄陽就是稱帝了 有獎勵頭相框跟行軍skin,一代添交,尊絕不凡 然後還有稱帝特權 稱帝軍團長可以制定稅收,甚至給敵方玩家負面罪名 好,你們看這個 襄陽戰以七天周期循環 每個周期的最後五六七三天可以進行襄陽城戰 每個周期結束時進行結算 當下佔領襄陽的軍團勝利並稱帝 啟動稱帝的各項效果直到下周 所以拿下第一周的襄陽戰,這個超級重要的 拿了加成BUFF直接領先其他軍團 這個對於後續繼續稱霸襄襄陽是很有利的 我們再來看看還有什麼 這個傷亡補償,裡面會顯示今日陣亡的兵力 死越多,領越多 那決勝時刻的話應該是那個時候會有一些BUFF 那選晚上八點到九點的時候去打 玩起來會比較有優勢 那到了深夜狀態的時候 則跟決勝時刻相反 半夜十二點到早上八點 這段時間是不適合打架的 工程傷害會直接減五十泡 這要怎麼打 那這邊應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睡覺啦 不要為了勝利搞壞身體喔 那這個相當的貼心 總結來說 我們首要目標就是攻下襄陽戰 到時候你們一起玩 只要積極參與國戰活動 就可以得到大量獎勵 等到三輪的襄陽城戰結束後 應該S1就差不多了 之後就是熟悉的和服打架 我們要面對別的伺服器優勝的聯盟 這將會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但別擔心 到時候我會帶頭衝鋒 跟著我一起稱霸下去吧 全羽魔12月13日 早上一開新伺服器我就會進去玩 早上8點1013HUI伺服器喔 第一時間進入才能贏在起跑點嘛 下方影片資訊欄有我的專屬下載連結 你們可以先進去預載遊戲與搶先注冊1013HUI伺服器 等12月13日開服會有續報獎勵喔 國戰遊戲最需要的就是你們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快加入我的軍團吧 一起在全羽魔體驗快節奏玩法 與國戰打架爽感喔 最後分享一個好康 你們每天上線記得先檢查一下福利喔 尤其是這個線上獎勵 這個在開服7天內才有的 你光是呼吸就可以拿到虛寶 所以剛開服就進來玩才會賺最多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介紹各式類型遊戲的影片 或是喜愛SOG、RTS遊戲直播的玩家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一起加入輝寶大樂園吧 我是輝,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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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